这次袭击事件非常诡异的地方 在于以色列完全没有防范 也没有提前的情报示警 哈马斯发动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肯定要培训武装分子 动员大量的人力 准备众多的武器 但事先竟没有引起以色列 美国和英国情报机构的注意 以色列前情报官员认为 哈马斯很可能使用了 最原始的通讯和工作方式 完全避免使用电话和电脑 哈喽大家好我是马克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的英语顿节目 在赎罪日战争50周年之际 10月7号凌晨 哈马斯从他控制的袈裟地带 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千枚火箭弹 哈马斯武装分子 通过海陆空三种方式 进入以色列南部地区展开攻击 包括袭击了一个露天音乐节 这些武装分子向平民开枪 并俘虏了数目不强的人质 这是50年来 以色列所遇到的最大规模袭击 随后以色列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10万名预备役队 必要的话还可以继续动员数十万名预备役 空军马上袭击了加沙地带 哈马斯的相关建筑 而且空袭还在进行中 在地面战斗中 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夺回了 被哈马斯占领的20多个南部社区 以色列还下令对加沙地带进行全面围困 断水断电还切断了燃料和食品的供应 以报复哈马斯的袭击 然后是地面战了 以色列出动部队进入加沙 搜捕和歼灭哈马斯武装分子 10月7号 哈马斯分四个步骤展开了突袭行动 首先是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射3000多枚火箭弹 随后发起地面行动 武装分子用炸药炸开了加沙与以色列的隔离墙 骑着摩托车飞驰而入 接着推土机再将缺口扩大 更多武装分子驾车进入以色列 与此同时另一支突袭部队 袭击了以色列军队位于加沙以南的总部 干扰以军的通信 切断了以军与指挥官相互之间的联络 最后一步是将劫持的以色列人质转移到加沙 以色列的铁穹防御系统是专门针对 大量火箭弹、迫击炮设计的战术武器 目前以色列大概有10个连的编制 每个连配备80到120枚拦截弹 当然铁穹系统不是都部署在南部边境 更多的是在北部用来对付 黎巴嫩珍珠党的火箭弹 因此在加沙附近的铁穹系统 很可能最多能应对500到600个目标 实战中应该会更少 这次哈马斯在两个小时之内 发射了数千枚火箭弹 完全超过了以色列南部铁穹系统 能应付的容量 哈马斯还使用了动力滑翔伞 突袭以色列南部的雷姆音乐节 这个音乐节吸引了约3500人参加 哈马斯武装分子 当天乘坐动力滑翔伞降落在活动现场之后 朝正在狂欢的人们开枪 并劫持了不少年轻男女回袈裟 哈马斯使用的动力滑翔伞 应该在外国接受训练 然后将设备偷运进袈裟的 哈马斯在这次袭击当中 还使用了无人机投掷炸弹 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无人机 主要来自中共和伊朗 哈马斯是否接受了他们的训练呢 当然中东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很多 错综复杂 很多组织都有可能帮助哈马斯 而背后真正的大国 可能并没有直接插手 或授意他们这样干 这次袭击事件非常诡异的地方 在于以色列完全没有防范 也没有提前的情报示警 哈马斯发动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肯定要培训武装分子 动员大量的人力 准备众多的武器 但事先竟没有引起 以色列、美国和英国情报机构的注意 要知道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 可是全世界最知名的情报机构之一 以色列前情报官员认为 哈马斯很可能使用了 最原始的通讯和工作方式 完全避免使用电话和电脑 这样就能够防范 被高科技手段监听和拦截信息 前美国情报官员对媒体表示 哈马斯可能使用老式的面对面方式 来避免被以色列发现 也避免通过手机 或其他可能被拦截的通行方式 讨论这些计划 据说在这次行动之前 哈马斯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潜伏 没有对以色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几乎让以色列相信了 哈马斯无意发动新的战争 伪装之下 哈马斯却同时进行模拟演习 他们在加沙建立了模拟以色列定居点 演习军事登陆和攻打定居点的战术 不过哈马斯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 参与的战士 甚至许多哈马斯领导人 都不知道演习的确切目的 哈马斯这次发射的各种火箭弹和导弹系统 几乎都是伊朗设计和提供的 这些武器很有可能都被拆解成零部件 走私进入加沙 然后秘密组装 因为加沙是被以色列包围的飞地 周围的海陆空路线都被以色列控制着 所以这些武器和军事器材 只能是偷运进去的 而且以色列和埃及都试图监控 通过西奈半岛地下隧道 走私武器零部件的活动 其中许多零部件都来自伊朗 但没有任何屏障是完美的 美国前官员表示 除了地下和海上路线外 导弹和火箭弹部件 还通过合法的过境点走私 经过五次中共战争之后 以阿双方都认识到 武力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于是阿以之间开始走向和平谈判的道路 以色列与多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目前在美国的握前下 以色列也正与沙特拉伯谈判 希望建立外交关系 这场突然袭击 很可能阻止以色列和沙特的和谈之路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这场冲突是另一场代理人战争 背后离不开伊朗和中共 中共拒绝谴责哈马斯 我个人认为 整个战火扩大成 中东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 以色列应该会把战火限制在加沙地带 大多数阿拉伯国家 也不想因为哈马斯而与以色列开战